有电影不心慌,我是慌哥 话说神秘寺庙里出现了一个外星人 这个外星人头上长着兵种翡翠大脑袋 身穿破轮胎铠甲 一身战斗力无人能敌 不仅能隐身发射飞镖 就算被重击枪打成马蜂窝 也能瞬间复活 更可怕的是 外星人把地球当作训练场 每隔六年通过时空隧道来到地球 和地球最强战士对战 如果没人能打败外星人 地球就会毁灭 而这次外星人盯上了地球最强战士 社会王 但此时射皇还没有觉醒 超级战士血脉 战斗力根本不行 队友为了保护他 冲上去和外星人对战 外星人一刀刺穿 射皇的队友打开急走 凤凰游走 一耳八字扔飞社会王 射皇一看外星人战斗力太强 只能仨子逃跑 外星人释放超能力 扔出跟踪飞镖 在原始森林里 凤凰追杀他 最终他为了逃命 只能跳下悬崖 落入海中 外星人用超能力 对海面一阵扫描 发现他还活着 另一边导演让顶级 尼泊斯尼古拉斯出场 尼古拉斯用渔网 在海里捞起社会王 让渔村老大妈给他治伤 但他伤得太重 老大妈只能骑着电动车 把他送到附近 特种兵军营 在治疗中 特种兵队长辫子姐发现 他身上的纹身很奇怪 一条青龙背着一颗骷髅头 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他刚醒来 就被辫子姐关进审讯室 凤凰审讯 不料他因为受伤过重 失去了记忆 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 辫子姐认为 他在装傻冲愣 派出十几个特种兵 要对他用刑 他却根本不怂 气沉丹田 手臂用力 待在原地 特种兵用尽全身力气 根本拉不动他 他反手捏碎特种兵骨头 一个肘击 怼飞特种兵 其他特种兵手拿武器 对他发动攻击 被他一拳一个 全部撂停 辫子姐一看事情不对 手拿镇静剂冲了上去 被他当场逼动 但他不打女人 蝙子姐趁机偷袭 给他注射镇静剂 他瞬间失去战斗力 被捆在椅子上 更凶惨的是 蝙子姐给他注射了兔真剂 想让他说出身份 结果他因为失忆 啥也记不起来 正当蝙子姐不知道该咋办时 一个传奇拳王出了线 只见拳王头戴斗篷 一脸杀气 冲进基地 一脚踢飞三个特种兵 快速移动 躲过几百颗子弹 冲上房顶 轻松干掉50个特种兵 瞬间来到蝙子姐身边 一脚踢翻蝙子姐 告诉社会王 自己是队友 来营救社会王 射皇一听 当即和拳王组队 对特种兵发动了猛烈进攻 两人相互掩护输出 特种兵被弄在地上 凤凰摩擦 只用5分钟 两人就突破了 整个特种兵防线 逃进了一片麦田 麦田一阵抖动 又出现了三个 头戴斗篷的战士 其中染着黄毛的女战士 扑上来就和社皇拥抱 说自己是社皇的女友 社皇有些发愣 开始观察眼前的这些战士 他们被称为地球超级战士 胳膊上都闻着青龙 骷髅纹身 身上充满战斗力波动 十分强大 尤其是戴墨镜的战士 曾经被冷缝了在地上 疯狂摩擦 积攒了一身战斗经验 他们的任务就是保护社会王 让社皇觉醒超级战士血脉 打败外星人拯救地球 但社皇失了意并不认得他们 正当社皇迷茫时 外星人隐身靠近他们 释放技能一阵火花带闪电 轰飞社会王 社皇只能选择撤退 结果刚走到大马路上 就被特种兵包围 无奈之下 他们用出一点战斗力 和特种兵展开了大战 一分钟时间撂停了50个特种兵 外星人趁机隐身偷袭 社会王一耳八字 让社皇失去了战斗力 社皇被赶来的特种兵 再次带回基地 他告诉特种兵队长辫子姐 附近有外星人 如果不赶快撤退 特种兵会全军覆没 他欢迎刚落 辫子姐瞬间吓出一身冷汗 立刻命令所有特种兵 进入原始森林撤退 不料他们刚走了没多远 外星人躲在暗处 发动了攻击 天上瞬间吓起了飞镖雨 特种兵被撂挺一大片 眼看就要团灭 关键时刻 特种兵副队长小背头发了火 要和外星人正面硬刚 外星人一看 小背头还挺狂 立刻取消隐身来到小背头面前 双眼冒出红光 气息迅速暴涨 要和小背头肉搏 小背头却不地道 抄起重机枪 一口气打完一百发子弹 外星人瞬间被打成马蜂窝 成了憨憨 躺倒在地 正当小背头以为安全时 可怕的事情出现 外星人的冰种翡翠头 突然发出柔和光芒 身上的伤迅速愈合 小背头架起重机枪 想继续攻击 外星人瞬间发射飞镖 切断重机枪 小背头立刻拿出匕首 刺穿外星人小心脏 却被外星人一把锁住后 外星人双手流出岩浆 瞬间把小背头打成重伤 再次对射皇展开了追杀 射皇只能带着辫子姐再次逃跑 结果脚下一滑 掉进一个地洞 辫子姐在洞口一愣神 被外星人的飞镖 当场截了过 地洞里 射皇又见到了 那坡斯尼古拉斯 尼古拉斯看他一脸狼狈 觉得他是个废物 抬手就是一把飞刀 刺在他身后 抄起拐杖开始对他训练 一个野蛮冲撞把他撞飞 他迅速躲避 在空中翻转900度 凌空飞踢 却被尼古拉斯一脚踢飞 随即尼古拉斯对他一阵嘲讽 说他不是地球超级战士 而是地球超级脱油瓶 他瞬间发火 爆发强大战斗力 抓住尼古拉斯的拐杖 一个肘击扔飞尼古拉斯 他的表现让尼古拉斯很满意 因为他的血脉正在觉醒 这时其他超级战士出现 和他们会了河 尼古拉斯带着他们来到神庙 神庙墙壁上 刻满了先人和外星人对战的故事 战场十分惨烈 而星际传送门就在壁画旁边 尼古拉斯告诉他们 当彗星到达神庙上空时 时空之门会打开 那一刻必须打败外星人 不然的话整个地球就会毁灭 一群人一听 让世皇穿上战袍 走出神庙 开始主动猎杀外星人 这时 纳波斯尼古拉斯触发了任务被动 主动退出队伍 去山顶等着和队伍会合 失去最强勒波斯的保护 外星人果然出现 要袭击整个队伍 黑人超级战士主动留下 掩护队伍撤退 黑人战士拿出钢管 眼中露出凶残杀气 外星人则开了急走 在他身边疯狂走位 拿出大宝剑 跪在地上 磕个响头 迅速出击 对黑人壮汉发动了总攻 黑人战士并不从掰断钢管 变成双刀 和外星人打得火花四箭 不过黑人战士的战斗力有些低 走位失误 中了一箭 当场重伤 这当黑人战士以为自己要煤气时 另外两个战士 玄冥二老赶来 围攻外星人 但玄冥二老战斗力更低 在外星人手下走了三个回合 被外星人锁住后 释放岩浆 当场煤气 第一场战斗 外星人轻松斩杀 三个地球超级战士 另一边 世皇在树林里一阵逃跑 恰好遇到了身受重伤的特种兵 小背头 小背头告诉他 外星人有个最大的弱点 每次受重伤后 需要六秒钟时间愈合伤口 只要利用这个机会 给外星人造成巨大伤害 就能打败外星人 他一听 立刻赶到山顶 和那坡斯尼古拉斯见了面 尼古拉斯告诉他 小伙子你拥有最强战士血脉 只要觉醒 就能秒杀外星人 这时传奇拳王也赶了过来 尼古拉斯让拳王带着世皇赶快离开 与此同时 另外三个超级战士 也和外星人展开了大战 这是一场拯救地球的战争 三个地球超强战士 包围了外星人 小黄毛战士 直接冲锋 一脚踢在外星人胸口 手拿双截棍 打飞外星人的飞雕 那是火花四箭 还趁外星人回来 抱着外星人疯狂旋转 差点让外星人撞上机关 这可惹怒了外星人闪现凸脸 瞬间把他打成重伤 这时板斧女战士发动了攻击 拿着板斧疯狂猛批 打出成敦伤害 但外星人皮时耐造 一把撂停女战士 小胡子战士一看队友受了伤 心想这时候应该坑队友 抬手扔给外星人一把飞刀 外星人拿着飞刀 一刀刺穿女战士 把女战士扔进机关 女战士没气之前 看了一眼小胡子 心想你呀真下饭 小胡子被喷后也着了急 立刻对外星人发动了攻击 结果一个照面 被外星人刺穿 一脚踢飞 直接没了气 小黄毛战士一看这情况 只能逃了跑 外星人也不追 开启传送 一阵火花带闪电 赶到射黄身边 要猎杀社会王 射黄立刻和拳王组队 围攻外星人 但射黄还没有觉醒 战斗血脉 压根不是外星人的对手 正当外星人要干掉射黄的时候 那坡斯尼古拉斯手持大宝剑出现 开始和外星人大战 只见尼古拉斯不愧是最强 那坡斯一顿凤凰输出 成功刺穿外星人 不过外星人皮身耐造 瞬间恢复伤口 尼古拉斯虽然战斗力强 却扛不住长时间消耗 被外星人一个公主抱 刺穿心脏 当场终结 这一下射黄等人炸了锅 那坡斯都扛不住外星人 他们这些战武渣肯定不行 射黄只能逃进神庙 想别的方法 打败外星人 这时受伤的小黄毛出现 告诉了射黄一个秘密 那坡斯尼古拉斯 就是射黄的亲生父亲 所以尼古拉斯才会用生命保护他 他听完小黄毛的话 试念恢复了记忆 想起了儿时 尼古拉斯教他的战斗技能 融合了地球上所有武术精髓 记忆恢复 他的血脉之力彻底解封 战斗力疯狂飙升 这时外星人来到神庙 摄出手臂 疯狂发射飞镖 射黄拿起盾牌 割挡伤害 然而神庙里的老大妈 却突然爆发 手拿喷子打出成蹲伤害 外星人暂时失去行动能力 射黄立刻让老大妈 带着其他人撤退 他则摆出战斗姿势 准备和外星人大战 此时彗星经过神庙上空 摁着他在地上一阵摩擦 他疯狂反击 却打不出一点伤害 外星人一把锁住他的喉 他两眼翻白 眼看就要没气 关键时刻 他的血脉之力再次爆发 重新洗刷他的身体 他的战斗力 瞬间突破天际 摆脱外星人控制 大耳八字猛呼 外星人被打成憨憨 毫无还手能力 这可把外星人气得不行 拿出大宝剑 要发动最后一击 射黄压根不给外星人机会 手拿武器闪现攻击 一刀割开外星人胸肌 但外星人太强大 伤口瞬间恢复 这时小黄毛闪线绕后 射出一根弩箭 弩箭放出金色光芒 造成巨大伤害 外星人身体被炸开 射黄立刻掏出手雷 塞进外星人身体 一脚把外星人踹进星际传送门 一声巨响 外星人被彻底打败 就这样地球超级战士 社会王打败了外星人 拯救了地球 而受伤的传奇拳王 也来到了神庙 要教社皇祖传拳法 从此社皇和拳王 过上了练习东音功的 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群聚中 这部电影是尼古拉斯凯奇 和托尼甲第一次合作的电影 整个剧情有点铁血战士的感觉 剧情充满了魔幻色彩和精彩打斗 好了 今天电影倒就结束了 记得评论点赞收藏 关注大黄电影哦 我们下次再见